原民立委武力华日前在行政院东福中心副执行长郭应毅等人陪同下 参访了上腾工商、四维高中、花莲高农等共五校并召开座谈会 透过参访了解各校的声音还有学生需求 并表示未来将举办公听会来解决地方基层教育等问题 在行政院东福联合服务中心副执行长郭应毅 教育部国教署副组长林婉琪及体育署副组副组长潘婉升的陪同下 学生与热情原住民武道迎接民进党及原住民立委武力华 参访包含花莲上腾工商、四维高中、花莲高农 并与光复商工和玉旅高中一起召开座谈 想倾听各校声音和学生需求 这个偏向的孩子老实讲照顾不容易 除了学习动画以外很多是生活要照顾 甚至于我在上腾跟以前动画工商跟四维指纹过 其实往往连家长都要协助 所以这个照顾起来特别辛苦 当然正在学生立场 刚才我们游与校长讲不管私校 还是我们蔡校长 私校的孩子总不能分这个私校功效 这个我都往往都要一起来照顾 都是我们国家外人的希望 我们第一间是去上腾 那边的孩子问他们有没有什么愿望 因为他们是用调酒来迎兵 那问他们有什么愿望 他们就是很快速的报告说 他们希望教室有窗帘 我就听得很心酸 然后去了第二所四维 他们的孩子 因为校园很美 我一定看不出来到底有什么需求 因为整个四维走进去 那个校园非常的美 但是孩子们是 因为迎兵的那些孩子是圆武社 他们就说希望社群的服装 可以让他们更完备 特别因为我们东福中心 邀请我们一同的来关心后山的教育 后山的学校 特别是高中职的部分 那今天其实我们有两所的私校 跟三所的公立学校 那听过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亲自的访式访谈 我们发现我们孩子们也好 或者是学校 他们有非常多属于学校的设施设备需求的问题 那在我们现在政府 我们国教署体育署 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一个私校的补助 讲补助办法 其实我们从上次的一个东宫高宫事件 我们可以看到 这可能已经不是学校办学的问题 因为它是整个国家人口结构的变化 造成我们的办学不易 那我们除了要保障 我们教职员工以及学生的权益 其实我们也已经要去重新的来思考 我们怎么样来协助 我们的各个不同的等级的学校 以及私立公立一同的来办学 因为苦不能苦孩子 那对我们来讲 其实学校的一个受教权 学生以及他的学校的环境 始终就是我们国家政府的责任 所以我们借着这一次的参访 我们听到学校各种不同的声音 以及学生的需求 我相信在未来我们必须要重新的透过 我们的座谈会以及公听会 来收整这些意见 也提供我们的行政主管机关 以及我们的立法机关 来思考看看我们面对未来的新时代的教育 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些调整以及变革 参访提出需求学校 多为原住民重点学校 原住民学生比例高 将请国教署与体育署优先纳入审查补助 并表示花东偏乡私校办学不易 听到学生提出的需求 尽是希望教室可以装窗帘 云武社服装设备可以完备 或者宿舍床铺书桌可以逐年态换 期盼能从基本需求给予孩子协助 将来将举办公厅会 与行政机关解决新时代教育的问题 记得讲邦业华联系报导